第2267集 这 我长得漂亮就行了 需要这些干什么 女孩愣了愣 你别急 我还没有问完呢 你懂得什么叫品位吗 你知道上流社会的圈子是什么样的吗 你知道什么叫豪门吗 你什么都不懂 你就以为凭着自己的一张脸蛋 就可以混得风生水起的 我说了 我长得漂亮啊 你们男人对女孩的要求不是漂亮就行了吗 只对你要求长得漂亮的男人 一般都是想随便地玩玩的 一个优秀的男人如果想成家 绝对不会看你漂亮不漂亮 你要有学历 你要有能力 你要知道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啊 你得懂得交集 懂得如何管理公司 因为一旦成了家 这个女人就不再是一个花瓶 而是需要像男人一样 独自挡起一面 那些真正的有钱人 他们的妻子都不会是花瓶 我这么说 你明白吗 我不信 女孩的脸战红 他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 叶好轩这是在嫌弃他 你信不信都无所谓 对 我这么说也没有贬低你的意思 如果你没有相应的能力 那么你最好找一个和自己地位相当水平的男人给嫁了 因为那样你婚后的生活才能幸福 如果你真的想凭着自己的脸蛋找一个有钱人 那么你就错了 因为有钱人既然有他现在的地位 那就说明他有一定的过人之处 他们不是傻子 顶多就是随便玩玩 我这么说 你明白了吗 女孩满脸通红 叶好轩说的话夹枪带棒的 丝毫不跟他客气 他脸扭到了一边 不再跟叶好轩说话了 那既然不说话就好办了 叶好轩也懒得理他 索性就眼睛一闭 闭目养神起来 很快 金陵机场就到了 叶好轩下了飞机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南宫家族的情况 他只是大致地了解了一下 现在南宫家族所有的大权都被南宫阴的叔叔掌控着 而且那个叫玉长的 似乎不好对付 金丹大盗的高手都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看样子 自己得小心地应付着 目前叶好轩对自己的实力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认知 因为他没有遇到金丹大盗后期的高手 不过这一次面对的人 似乎不简单了 南宫女现在的状态不好 叶好轩没有让他跟着一起来金领 让他暂时留在龙尹休养一段时间 这家伙从一个阔哨到现在被追杀得无处可藏 本身就已经很狼狈了 叶好轩担心他来这里以后受不了某些刺激 所以就没有让他跟过来 金领的局势一目了然 怀远集团本来就是金领的一个小集团 比起诸多的名门望族来 根本算不了什么 因为得到了南宫家族的支持 所以很快就吞并了整个金领的半壁江山 很多名门望族都被其吞并下去 怀远集团的聂飞文现在算是做着金领主大家族的 偷把交易 因为有南宫家族的支持 所以他在金领的任何行动几乎都不受一点阻碍 刚出机场门 两排宾吏便呼啸而止 机场大道被擒空 两排号车整整齐齐地开了 门一开 一名黑衣人走了下来 他对叶好轩微微地一躬身 叶先生 我叫少主要见你 你叫少主是谁 南宫炎 嗯 南宫非夜的儿子 正是 少主在等叶先生 不知道叶先生见还是不见 如果不见 不勉强 当然要见咯 带路吧 那好 叶先生请 黑衣人请叶好轩上了车 南宫非夜正是南宫阴和南宫宇的叔叔 而他的儿子南宫炎 现在掌控着金领世家的士族势力 叶好轩对南宫炎不了解 听南宫宇说过 这家伙就是一个二师祖 不过叶好轩不认同南宫宇的说法 这家伙对自己的这个堂弟恐怕是不了解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二师祖 南宫非夜也不会把世俗的事物交给他来掌管 坐着车 到了一处别墅区 在座极其豪华的中式庄园里面 叶好轩下了车 这是南宫家族世俗的宅子 真武家族 大部分人一心追求的都是修行 所以只有一个代言人在世俗 掌控着世俗的力量 南宫炎现在代表着的就是整个家族 叶先生久仰大名 南宫炎对叶好轩很热心 他其实知道叶好轩来这里的目的 但是这家伙对叶好轩并不仇视 单凭这一点就能看出来 这是一个很隐忍的家伙 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情 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 他不喜欢绕班子 就喜欢直来直去 叶先生是个爽快人 那我也就直说了 叶先生来金宁的墓地 我南宫家族清楚 你是来帮南宫阴的 对吧 没错 之前我跟南宫家族达成合作 中间牵线的人就是南宫阴姐弟 可是你们南宫家族出了变故 现在他被囚禁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的 叶先生 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但是 我觉得嘛 合作嘛 大家讲究的都是双赢 南宫阴一家 南宫阴一家现在已经失势了 他和他的弟弟 已经被南宫家族赶出门去了 下一步就是族谱除名 剥夺血脉 族谱除名 剥夺血脉 让其沦为普通人 你们这一招够狠呢 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现在家族大部分的资源 都掌控在我们手里 而且我们后面 还有一个强劲有力的靠山 叶先生啊 你觉得他们姐弟两个 现在还有翻身的可能吗 那不好说 他们两个现在是被你们逼得 几乎走投无路了 但是 这并不代表他们以后 就会彻底的被消灭 因为 他们后面有我 不可否认啊 叶先生 的确是一个人才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实习生 做到了今天的医生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不要把任何事情 都想得太简单了 叶先生 请不要误会 我今天请你来 是带着很大的诚意来的 你带着什么诚意 叶好轩的眉头一皱 这家伙话里有话呀 合作的诚意 叶先生之前 和南宫阴谈的条件 我们都可以答应 而且还可以同意 你更多的条件 我父亲也觉得 叶先生是个人才 所以十分想结交 只要叶先生同意 以后南宫家族 就会站到你这边 你们要跟我合作 没错 我们是想跟叶先生合作的 我刚才说过 我父亲十分敬重叶先生 所以我们想跟叶先生 有些合作 不知道叶先生 对我们是什么看法 说真的 我对你们并没有什么看法 现在跟我合作的人 也挺多的 不止你们南宫家族 叶先生 我们南宫家族 秉承后遗血脉 我们的力量和实力 自然是不用说的 如果叶先生 能有我们的支持 在未来的日子里 你将会无人能及 不知道叶先生 是什么看法 条件 我们可以谈 你说反了吧 现在想跟我合作的人多 因为我拥有 无罪之城的资源 而且无罪之城 将会设有三大城主 如果不出意外 我将会是其中之一 现在神通者 在世人的眼里 已经不是那么神秘了 而且 有专门约束 神通者的部门出现 未来无罪之城 将会成为 新的秩序诞生之地 和我合作 等于说是提前 有了无罪之城的门路 你以为别人比你傻吗 叶先生所说的 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 我们两家之间 本来是有过合作的 现在我们就是 继续合作就是了 只不过 我们换人了而已 其实在 真武家族之中 这样的争斗 真的是很正常的 叶先生 你觉得呢 你说的我也了解 但是 我如果不接受呢 如果叶先生不接受 那就有些难了 叶先生 您先住下 好好考虑考虑 我们之间的事情 不用着急 反正我们 有大把的时间 来讨论这件事情 你说是吗 行 我会好好考虑考虑的 但是在这之前 我要先进进南宫阴 这个恐怕不行 南宫阴现在是家族的罪人 他在家族里等着被发落 等我们抓到了南宫阴 他们姐弟两人 就会被逐出家族 族谱除名 剥夺血脉 以后他们 跟我们南宫家族 就没有关系了 逐出家族 剥夺血脉 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们 这样反而会 来得更痛快些 叶先生 我们是讲究原则的 不管我们跟他们之间 有再大的恩怨 但是我们都不会大动干戈的 而且我知道叶先生 和南宫阴之间有过什么 但是我们南宫家族 从来都不缺女人 如果叶先生跟我们合作 会有更漂亮的人 来代替南宫阴的位置 你觉得 我会为了一个女人 跟你们搞成这样 当然不是 叶先生是顶天立地的人物 当然不会为了这么一个女人 跟我们发生冲突 叶先生 也是一个讲原则的人 但是 南宫阴靠近叶浩轩 他凑到了叶浩轩的耳边 有些时候 原则也未必是真的管用的 大家都是为了利益 不是吗 对 大家都是为了利益 这个我无话可说 但是我再重申一次 我是一个讲原则的人 既然我跟南宫阴合作过 那就断然不会跟别人合作 叶先生真的不考虑一下吗 南宫阴叹了一口气 有些惋惜地说 唉 说真的 我们是带着很大的诚意来的 不用考虑 我和你们 道不通不相为谋 所以就这样吧 从此以后 你也不用再与这种方式联系我 大家以后再见面 恐怕就是敌人 那真的可惜了 我们是真的不想和叶先生为敌的 但是既然叶先生这么不通情理 那我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只能说 我尽力了 那我真的是要好好谢谢你了 谢谢你尽力地说服我 行 既然这样 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来人 送叶先生出去 叶先生 这边请吧 送叶浩轩来时的那位保镖走了进来 客客气气地请叶浩轩出去 叶浩轩站起来 转身一言不发地离开 我们会再见面的 希望下一次见的时候 叶先生能改变主意 我们当然还会再见 不过可能我会让你失望 即使是下次再见 我依旧不会改变主意 那好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叶浩轩离开以后 南宫延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同时他的房间里多了一个人 正是之前和叶浩轩打过照面的 玉儿 我依旧